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特别节目 国庆群众大会生活就业化未来 李显龙总理前个星期天 发表了国庆群众大会演说 这是新加坡庆祝 今喜年之后的第一个国庆群众大会 过去五十年 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迅速发展 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 不过往前看 我们的前景有些阴霾 有些看得见的障碍 也有无法预测的挑战 这对我们的生活和就业 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们请来总理公署部长陈振生 来到节目中 部长好 大家好 让他同另外六位来自社会各界的嘉宾 一起聊一聊大家关心的课题 他们是 经营托管中心的教育工作者 陆盈盈 每天紧密追踪国家大事的 媒体工作者余慧慧 采访政治新闻多年 现在经营家族生意的时事评论员 林一鸣 在亚太地区帮助企业投资发展的律师 谢锦发 跟企业老板有许多接触的税务专家 林李鸣 还有当过社工 目前从事房地产业的基层领袖 韩美玲 那么对于未来呢 大家都非常关心经济前景 那首先来问问部长 你觉得目前的经济前景 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吗 其实对我们来说 现在我们有两大挑战 一是在短期之内 我们有所谓的结构 所谓的周期性的一些挑战 因为其他的大国经济 比如美国 日本 中国 还有欧洲 他们有他们个别的挑战 那这种挑战就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在短期内 会有一些周期性的一些挑战 不过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比较长远来说 也有一些比较结构性的挑战 因为科技所带来的一些新的机遇 都会冲击到我们的国内的经济 可能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的话 我就会比较担心说 这些挑战听起来很陌生 也很恐怕 所以就觉得说我会不会失业 我会不会来不及改变 你一直说创新 你一直叫我进步 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达成政府所需要的 或者是经济转型这些 我们能不能做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主要是工作方面 工作方面的一些顾虑 其实这点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 其实在新加坡来讲 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说 我们总共的那种就业机会有多少 因为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都大概有三百五十万的工作 给我们大概两百二十多万的 那个人民找工作 当然不是说每一份工作 新加坡人都要去做 不过在这方面更重要的是 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 是一个质量的问题 那我们新加坡人想向往的那些工作 我们会不会找到那份工作 那在每一份工作被淘汰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造就了许多新的工作 不过问题就在这里 把这些旧的工作 工友被淘汰了 怎么样把工友 帮助工友去介入这个新的行业 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国民说 有新的业务可以做 你从现在就开始训练 那我们要先看是哪方面的业务 你现在先训练 到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业务带来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就是未来新加坡的定位 怎么样在这个全球化的情况下服务 我最终是总理登高一呼 就是这个颠覆师科技 我觉得不只颠覆师科技 全国的思维 从政府企业家庭教育 都要进行颠覆 因为现在政府一些部门的工作 有些重叠 那么有些公务员可能做酒习惯了 他也可能也就是 就按以前的关系来做 很少去进行一些 比较重大的思考改革 他也可能怕放错 那这点我非常同意 就像黎明说 这不是说只是企业的问题 其实是劳资政三方面 都得携手的来克服这方面 在政府方面 其实你说好像许多的新行业 可能现在他连一个框架 所谓在政府思考的框架都没有 因为这种所谓新的行业 新型企业 他跟传统的企业很不一样 你怎么说他是金融业也好 他是科技业也好 他可能两个都不是 他可能是融合了科技 也融合了金融业 所以在思维方面 在管理方面 在一些条规方面 我们也在政府方面也不断的去创新 不过其实对我们全民来说 我们最大的挑战是 在两年后五年后 哪一些技术 哪一些科技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现在就开始培训 因为对一个中友来说 他最怕的就是这样 你叫我学 好了我去学了 那我学了两三年之后 我学完之后 这个又被淘汰了 因为真的现在的科技 真的是变得很快 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手机 以前如果是拿这种摇铃的电话 真的是一辈子 可是用一台电话 用了十年十五年都可以用 现在那个软件 每几个星期又要说提升一下 所以对公友来说 他觉得说不是我不要学 不过我到底要学什么 其实对公友来说 对他们最关注的那就是 就业前景和工作保障 那么其实在这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收到不少的简讯 电邮或者是WhatsApp 收集了不少民众的看法 那么当中好些观众关心的是 和彩米油盐有关注的 生活保障的问题 那其中有一名观众 他叫陈来顺 那他就说自己五十二岁了 去年底失业之后 转行当巴士司机 不过雇主在本地 只有五年的经营合同 所以他很担心自己的 长期工作的前景 那么他有两个孩子 最小的只有五岁 如果再失业的话 恐怕很难再找到工作 那他该怎么办呢 所以针对这名观众的一个建议 或者他的意见 部长又怎么样的一个回应 其实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 因为真的是有一天 如果说五年后十年后 新加坡全部的巴士都变成 所谓无人驾驶的巴士 那我们的几千几万个巴士师傅 他们到底要去怎么样去谋生 其实如果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久以前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巴士都是有两个人的 一个是驾驶员 另外一个是售票员 那当时我们说我们有那个自动 那个售票机 我们就不用了那个售票员 不过其实在那个过程中 我们又帮我们的所谓的 以前的旧的那些售票员 找到新的生机 所以我们也有信心说 就算有一天 我们真的是全国都使用了那种 无人驾驶的那种巴士 可能还有其他的商机 比如在排列方面 在其他的服务方面还是需要人的 就算是在维修方面 还是需要很多这种人才 其实刚才说到 无人巴士驾驶这个技术 那在德士行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关注 那就是无人驾驶的技术 会被取代德士司机 那么随着经济转型 这些工作可能会消失 那么机器人抬头之后 工人是不是一定饭碗不保呢 那我们在收到的观众反馈当中 就包括了不少观众 是非常关心德士司机的生计 担心他们的工作 被无人驾驶技术所取代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生活就业化未来讨论现场 那经济转型也等于一些工作会完全被取代 我们就收到好几名观众的反馈 为德士师傅感到担心 其中一位观众他叫林汉伟 他说我们引进无人驾驶车 在不久的将来德士师傅将会被取代 丢掉工作 那现有的德士师傅应该有好几万人 那到时候我们会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让他们转行吗 那么新型的科技取代了人工 他们将来的日子要怎么过呢 政府会怎么样帮助受影响的司机呢 那就这一点来问一下一鸣 就颠覆性科技 你觉得他对社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压力 都是德士师傅 都是年纪相对的比较大 其实对他们来讲 考虑是很简单 你想 你想 部长刚才说 他们应该学一些新的科技 因为可能改天没有德士假了 因为都是自动了 所以我们学一些新科技 可是你想他们的心态不一样 因为他们那个年纪 他说我学这个新科技 这个保用期好像不是很长 我值得去学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也发生在中小型企业 很多中小型企业的那个业主 年纪都是很大的 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兴趣 要继承他的那个行业 然后他们觉得 你看我都要退休了 你叫我现在搞什么 自动化机器人什么 好像不大值得 那个保用期很短 我值得去弄这么多麻烦 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这个比较年长的那个工人或者是业主心里面的一个结 一直打不开这个结 那第一个是个心结的问题 因为以前人家就说我到了五十多岁 我都快要退休了 我就不用这么麻烦 再去学什么高科技 不过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现在我们的平均寿命都大概八十多岁 其实如果以后有一天 如果一个个人如果他需要 有需要或者他愿意的话 他可以做到大概六七十岁 也不一定 那天我就跟德士师傅他们一起谈 其实有人说 是不是有一天就完全没有德士师傅可做 不过在他们讨论过程中 他们就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个新的市场 那新的市场就是在我们新加坡人口老化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服务是越来越普遍 那就是伴着 陪着老人去看医生 或者是去做物理治疗 那这方面 那他所需要的不只是一辆车 一种无人驾驶的车 他也要需要一个所谓的一种看护人 所以在这方面他又有这个新的生机 那这不代表说几万个人都可以去做这一行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 其实在不同的领域方面 都可能有这些小小的新的就业机会 最近我在跟子总的工友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有一道问题 对大家都是很有用的 我们先问我们第一道问题 我几时会被淘汰 我说我跟他讲说 你不管是部长也好 反正是工友也好 是我几时会被淘汰 不是说我会不会被淘汰 是几时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份工作 都可能有一天被淘汰 不过如果我们从那种心态开始的话 那我们就会可能说很积极地去向往说 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准备 那一天我可能被淘汰 就是在我被淘汰之前 我就先去学点其他的技术 或者是了解一下市场的需求 可是部长你刚才有提到心态的问题 一方面你要大家大胆创新 勇于尝试 要不怕失败 可是另一方面政府又推出很多措施 防止企业失败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你要怎么平衡呢 所以这当然也是政府的一大挑战 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说 把中小企业淘汰我不管了 因为我们是尽量的是说 把帮助中小企业 尤其是那种有比较资深的那种能力的中小企业 就是过了这个周期性的这个放缓的期间 把他们再帮助他们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们会在政府方面会有比较针对性的 一些方法来帮助不同的中小企业 比如你说好像一些饮食业方面 他们所受到的挑战可能是人力不足 可能是租金高涨那方面的挑战 现在我们面对的挑战很多 而且现在又有资卡的情况 相信它也会对我们的经济有所影响 因为它也会影响到旅游业 或者是大家出外吃饭什么的 所以你怎么看呢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周期性的问题 我们都得去帮助我们的 尤其是中小企业来度过这短期的问题 不过我们是希望说在 克服这短期的挑战之后 我们也不要忘了一些比较长期性的 一些结构性问题 因为有些东西好像你说 好像刚才我们谈到那个饮食业 可能真的是人家现在人心惶惶 然后消费就比较缓慢下来 不过有一些东西就算过了一两年之后 那个市场可能已经不再存在了 已经成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企业去转型 我自己开偷管中心 我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就是说 我比如说我有一个老人家 他在他本来的工作62岁退休了 没有人要他了 但是他有个梦想 他从小就说我要当一名老师 他来到我面前 我说你62岁啊 好没有关系 我们训练你 他在我那里已经做了八年 现在70岁 而且他来的时候 他发现说他不会汉语拼音 他自费去学汉语拼音 回来帮助学生 所以我是觉得说 可能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国人说 除了市场需要 除了市场给你一个机会 你是不是要重新认识自己 然后你就知道其实自己很丰富 也那个担心应该会比较少一点 那些年长的人呢 不需要去说 我去学电脑怎么样 不需要 因为我们有一个内需 内需就是说这些人也需要服务 然后年长的员工 就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年长人的好处就是 他比较有耐心 譬如说网界网络 而且经验比较深 经验比较深 有经验跟有耐心 他虽然是说 我不可以去当店员 不过在网商 我可以当我们叫做投诉部门 对 因为这个收获服务是很重要的 年长人比较有耐心 你会不对办 对啊 我听你说 年长人就有那个耐心去听 你诉说 你叫年轻人去当那些阶线人 跟阶线人 两句他就不理你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配比一下 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年长人 其实你看现在这个新科技 它其实让我们新加坡 有一个机会超越我们的地理位置 超越我们的地理位置的局限 就是人力土地的局限 因为在这个整个大环境里面 这个数据啊 这个互联互通这方面 让我们衔接到世界的其他的经济 那他就让我们能超越我们以前所谓的局限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不应该局限把我们的视野局限在新加坡的国内的国内需 其实有一段时期 几个月前 有个外国朋友 他就批我 说我们新加坡 他说为什么你们新加坡越成功 越有这种所谓的导国思维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奇怪 你怎么说导国思维 什么叫做导国思维 他说你们很奇怪 你们新加坡人越成功 你们就把视野就放在国内 你们应该把视野放在国外 因为其实新加坡的成功 不只是要在国内里面成功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企业 把我们的商机带到国外去 不过他就提醒了我一点 他说如果你新加坡人真的要去发展 这些国外的商机 那我们从小就开始要了解 我们周边的环境 而一个比较全球化的一个大市场 而不只说把我们的视野放在国内里面 是 要鼓励企业或者是工人走出国门 基本上就是要提升生活保障和就业机会 那么但是这些都可以靠大家一起 想办法来改善 但是如果世界局势不平和的话 一次的恐怖袭击 所有的计划都会被打乱 那面对恐怖主义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 新加坡建国五十一年 那其中一个重要的立国之本就是种族和谐 全民不分种族维持向心力 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说 新加坡正面临恐怖主义的严峻挑战 那么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恐怖袭击的话 而且袭击着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的话 我们多元种族的社会一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那么恐怖袭击真的靠我们很近 那么周边国家包括马印太都发生了 在新加坡最近也有好几名国人试图加入恐怖组织 参与恐怖活动被当局拘留 那就恐怖威胁的这个新闻 大家就是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听到 大家是感到警惕还是麻木 我想新加坡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社会 你看到我们的小贩中心都是很开放的 你可以在那边放一个包包 你放可能两个小时都没有人管 可以想象对恐怖分子来讲就是天堂 因为它很容易就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而且可以导致很大的伤亡 我是在想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到底政府它背后做了些什么 就是真正确保说 如果真的有发生一个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的话 因为我假设说比如说涉及三百人的那个伤亡 涉及了三百个家庭 新加坡的本地家庭 你想到时候那个情绪会很不一样 到时候真正的情况是怎样的话 我相信这个政府一定会有一些 就是基本的一个定案吧 其实坦白讲这个问题挺棘手的 也不容易去彻底的去解决 那第一个挑战就是这样 从政府的角度上 我们应该多少跟市民老百姓去分享这东西 比如刚才你讲的 如果我们去把一切都分享 跟老百姓分享 那会不会造成一种恐慌呢 或者会造成一种麻木呢 那每一次我们跟老百姓分享的时候 那如果过后又没有什么事发生的话 会不会久而久之造成一种狼来了 那种心态 反正不要跟我讲 那最近我就其实我跟我一些同僚就去问了一些 我周边的一些人士说 其实说你们现在记不记得我们这四到六个星期里面 到底抓了多少个这种自我逼近分子 没有一个人记得了 为什么他说反正 这是对政府表现的一种信心 他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每个星期都有一两个被抓 那我已经麻木了 习惯了 不是你抓到了就好了 你抓到了就没有问题 另外一种就说反正你抓到就好了 那对政府来说很不一样 每抓到一个我们的担心说 还有多少个我们可能有这种落网之余 我们没有抓到 所以在这个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矛盾 我遇到了另一种问题就是好像 因为我们有新闻热线 所以有任何事情发生 会打我们新闻热线 所以他会跟我们讲说我拍了什么照片 我做了什么什么东西 我讲说你报警了没有 还没有 我就跟你们先讲 谢谢你给我们线索 可是我们的国家安危不是一件好事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说你们要怎样去教育公众 说其实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 对 从一个军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段 就是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 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 还有恐怖袭击发生之后 那人民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发生之前 还有发生之后 那这两段发生当然是我们有我们的武装部队 还有其实警察一些来处理 不过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其实恐怖分子他们最大的目的 不是说只是伤害我们 或者是杀几个人 或者是把一个建筑物把它炸掉 它最重要它有两大目的 第一目的它就是想分化整个社会 如果在发生之前它能分化整个社会 就是在不同的种族方面的人事方面产生一种减低我们的互信 互相的去猜疑的话 那其实那炸弹没有发生 它也已经算成功了 因为它就分化了整个社会 所以这是我们的所谓的前一天的那个挑战 那后一天的挑战又是很不一样 发生了就好像如果真的是有很多伤亡事件的话 那我们会被让恐怖分子夺去我们所谓的一些自然的生活状况 那如果我们被它所谓发生之后了 我们一切都不像以前一种生活的常态 那我们就失败了 那它就算是成功了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很集中很大想加大力度的 就是在前一天跟后一天的这些后续工作 这是而且这种两份工作是每个人 每个新加坡人都可以参与的 是 其实不要让 新加坡人的疯恐意识还是很薄弱 所以我觉得发生之前怎么去发掘可疑人物 发掘的时候怎么去应对 怎么保护自己 怎么保护别人 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可以稍微加强 对 我们也在九月后 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就是全民动员 这样子我们把东西切入来说 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种族和谐 只是在表面的话 每一个社会不管它的历史多长 它都可能不能完全去 彻底的去解决这种隐忧 因为谈到种族宗教的问题的时候 通常很难彻底的去谈 以前人家就觉得很单纯说 可能是穷人才会被激进化 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很不一样 其实不管你是穷人或者是有钱人 都也有可能被激进化 不管你是受过教育的还是说你没有受过教育的 也有可能被激进化 要预防防止基金化这个课题 维护种族和谐 这个课题就更显得重要了 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就详细解释了 政府为什么要改革民选总统 而这也跟维持种族和谐有关 所以他就担忧如果长期没有少数种族当选总统 会削弱少数族群 对国家的认同感 而且这个课题在未来很可能被政治化被人利用 挑起种族的争端 进一步分化社会 那么总理在华语演讲中也特别提到这一点 再来听一听当时这段讲话 在现有的制度下 我们很可能长期没有一位非华族总统 当选总统 这个如果长期继续下去的话 会削弱非华族同胞对国家的认同感 影响我国社会的凝聚力 这关系到新加坡的社会和谐 关系到我国的发展与安全 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一段时间 就有一位马来冀 印度冀 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国人总统 这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重听了总理的这段谈话 大家有什么感想吗 我想这个很有趣 因为其实这个总理在英文的演讲里面 他提到说 自从尤索夫之后 我们就能出现一个马来的总统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这个修宪以后 会出现一个 可能就是说确保马来人会单选的 总统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我们的民选总统的门槛也提高了 他的条件也比较严 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说我们要找这个候选人也相对的难 我们坊间有谣传说 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议长 哈利马能够担任未来总统 这样的情况会不会说又出现了 所以因为找不到人会有自动单选的一个情况又出现 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想大概有两三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第一点可能在1990年代的时候 一亿元如果能跨过门槛的可能只有150多间公司 如果以现在的这个一亿元可能是上千个公司 那就算你把门槛提高了 我想我想了也会超过以前的150多家公司 因为现在我们的公司都比较大型 规模都比较大 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就算是门槛提高 不代表说我们会有比较少的人可以参选 也不代表说少数民族有更少的人 在我们的古迹里面就算是门槛提高了 也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选 那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从一个华族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能说这是不是为了帮助所谓的少数民族 那如果我们退一步说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新加坡人 过了大概可能说50年或者是几十年 都没有一个种族 不要说是马来人或者是印度人或者是华人 因为华人也可能过了很多年也没有华人 我们是不是希望说我们的国家元首 就是总统作为一个代表性的国家人物 应该在可能一段日子里面 可能几十年里面 应该有不同种族代表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不只是一个所谓的少数民族问题 因为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 不要说是华族也好 印度人也好 马来人也好 都有可能说出现这个现象说 过了很多年 有一个民族他没有机会被带 有机会代表做整个全民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 如果是真的过了很多年 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个条例的话 那就让他理所当然也好 就是自然的话 如果他可以产生不同种族来做一个代表 那是最好 但是如果过了很多年了 几十年了 还是不能自然地产生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考量有所谓的第二条条规 那第二条条规不代表说你第一条条规那个就不需要 你还是得需要跨过那个门槛 因为我们的在新加坡里面 我看我们都大家都非常支持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以个人的实力来跨过那门槛 而且那第二个条件 如果真的是他自然可以不需要拿出来用的话 那是最好 所以是只是在一个好像是一个后备 真的是如果过了这么多年没有的话 那我们采用这个所谓的第二条条规 那这么多年是多少年 我想如果我们来做一个 我看如果说你说那个十年不可能太短吧 其实是一届两届吧 不可能是一届两届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 其实这方面我有点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们看我们要总统到底是扮演什么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现在以前的总统最主要是凝聚国人 所以他是一个最主要是在大场面 就是凝聚国人 然后当然我们就有由总理建议 然后指派 然后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种族 可以达到那个种族和谐的目的 不过自从我们改选为民选总统 我们给民选总统一个实权 实权就是说他扮演的角色变了 我们要找最好的人代表我们 所以那个总统是我们新加坡人的总统 无论什么肤色 都是我们新加坡人的总统 最能代表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尽量的朝那个方向去讲 因为如果是为了达到种族和谐 可以有不同的工具跟途径 而不一定是说必须要由总统这么一个角色去代 其实我们的总统制度非常的特殊 他有两个重要的任务 第一是凝聚整个社会 另外一方面他是扮演着那个 有第二把钥匙的那个重要人物 所以这两在这两个不同的期望方面 我们怎么样找出一个平衡点 那刚才如你所说的 如果我们的社会能慢慢的演变成为我们都是新加坡人 不分种族肤色 那是最好的 那我们也朝着这方向去走 不过在这方面 我们就非常的务实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还不能达到这一点 那我们需不需要有所谓的一个后背的一个条规 让我们慢慢朝着这方向 如果我们能自然达到这一点 那这条规就不需要用到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 那这条条规就慢慢能帮助我们去走 在这一段路 这部长有些人会认为 政府修改这个总统的制度 是为了阻止曾经竞选的陈青木医生来参选 所以您怎么看这样子的看法 其实很坦白讲 我们作为一个政府 我们要设立一个制度的时候 都要以国家的一个利益 国家长远的利益来看 如果有人觉得说 整个制度是为它而设的话 我觉得这也很难 讲得有点牵强 因为那如果有人是这样想的话 那他对那个总统的一个职责和任务 他能不能做得好 那也是个未知数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 不管是谁要当新加坡总统 他应该是放开自我 先顾局大局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 所以在我们不可能说调整 这么大的调整 而是为了某个人 而如果某个人觉得他这一切的调整都是为了他 真的也很难 很难 很难评估这种心态 我们国家小 我们国家小要站出来 在世界舞台上站在有一席之地 我们要比人家想得远 我们要比人家想得透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整个所谓的新加坡族就很难突出我们的一个实力 如果我们可以从这方向去想一想的话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其实现任的政府他也是想未雨抽没 不想说希望几十年后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如果几十年后出现了这种问题之后 到了那时 譬如真的是再过二三十年没有一个马来同胞当选为我们的总统的话 到时候这个问题就可能被政治化 马来族他也不好意思站出来讲 那华族如果你到了那时候 你才把这个系统去改变的话 那你可能觉得给人一个印象说 你太刻意的去做东西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得未雨从蒙 是 其实有关这个民选总统制度改革的问题 的确是可以聊很多的 因为民选总统毕竟他必须团结国家 也必须捍卫政府的储备 那对于新加坡的未来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那么谁将领导政府在未来应付各种艰巨的挑战 相信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那陈振生部长是未来领导团队里的一份子 那么这个团队到底做好准备了吗 广告后我们来问部长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讨论 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身体一度不适 稍作休息之后才继续演讲 他语重心长地到处了培养 下一代领导班子的迫切性 他当时的讲话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 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所以对于总理这番话大家有什么感想呢 总理讲的那个时间表很有意思 他说在下一次大选过后不久 这个第四代领导核心 就会接过那个领导班子 这个现在在咖啡店里面就很多谈论 其中一个就说过去都看到这个时候 大概就政府进行重大的部署 比如说这个第四代领导核心里面 有人已经着身为这个副总理了 可是现在副总理连一个影子都看不到 这个时间表是不是太急了 您作为这个第四代领导核心里面的一个成员 您的这个感想是怎么样 其实坦白讲 常常有人问我说 到了什么时候才让某一个人能成为作为总理 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参政了这么多年 我可以的的确确的说 其实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就算你问李总理 我们现在李显龙总理 他也会跟你很坦白的可以跟你讲说 其实每一天每一年每一月都有不同的挑战 如果您说我真正准备好了 可能是你退休之后 你才可以说是我真正准备好 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现在挑战对国内国外的挑战都非常多非常的大 所以这又带到了另外一个课题 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团队准备好了没有 就是在团队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实力 在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 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这个团队能不能一起来克服这挑战 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现在你看我们的内阁主要就是高级公务员 你们武装部队出身的医生还有律师 那么可能你们在物色人选 可能会集中在你们曾经来自的那个渠道 所以政府这个物色接班人是否有考虑到 如何扩大这个物色接班人的渠道 而不要陷于武装部队高级公务员 医生律师应该几乎都是这样 我们在每一届大选的时候都在不同的领域上 网络不同角色不同人才 其实挑战不是不是说我们不去尝试 也不容易达到就算我那一届 我现在四十多岁跟我同班的那些同学 他们有的很多在商界里面都非常的成功 有在其他领域非常成功 那他们的想法就可能他们就开玩笑说了 哎呀反正现在国家太平嘛 你们都出来执政了 那你就不需要我了 那等到有问题你才来找我了 那我们就非常的纳闷说 其实找你就是不想出现问题嘛 等到真的国家出现问题的话 就算你站出来 来不及 也来不及 因为时间不管 不是说你聪不聪明 不是说你能不能干 很多人都很聪明 很多人都很能干 不过要作为一个国家领导团队 你还有具备其他的条件 你不只要能干聪明 你要得到人民的信任 在最关键的时候 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选择走的哪一条道路 你讲的每一句话 人民信得过你吗 这种东西挤不来的 这个要通过岁月 才能慢慢的产生 那我们在政治体制上 是不是需要改变 就是从一个人分到一群人 然后这个一群人 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找一个人 作为接班人 是找一群人作为接班人 大家可以接力嘛 然后这个当然是一个转变 然后我们政府是不是准备 这类式的转变 那人民是不是能接受 这类式的转变 其实你讲的有两点 我非常同意 其实现在现今社会 不管是新加坡也好 还是其他国家也好 作为一个领导班子 的的确确是一个领导班子 而不是一个领导人 因为不管你再好 你再有再能干的话 你要所有要管的东西 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你要一个领导班子 那从现在 就算是现今新加坡 你看一看 就算最近我们发生了 有些部长可能生病 总理也可能在群众大会 觉得不舒服 你也可以看到那种团队精神 就是每当发生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一个团队的实力 来克服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人说 这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这不是我做的 反而看到有应该做的 该做的 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来做 好像黄瑞杰部长他中风的时候 他的所需要分配的工作 我们每个人都接做一份 就一起克服过去 这也是一种团队的精神 就算那晚李总理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当然担心说怎么样把总理照顾好 那另外一方也要说我们整个团队 怎么样去照顾好人民 就算李总理真的是那天晚上 不能再到台上去继续演讲的话 那我们的副总理 我们其他的团队怎么样去照顾好新加坡人 那是我们最大的使命 当然现在老百姓最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未来的总理是谁 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 现在有一个名单人出现了 在咖啡店都有一个名单人出现了 您是榜上有名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您有什么感想 其实对我来说 我很少去说榜上有没有名 其实你问我 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 对国家能做出贡献吗 是个未知数 我们是当然是每一天 生活这每一天我们是尽力 去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把人民的生活起居都照顾好 不过国家以后需要哪一个团队 需要哪一个队长 哪一个接班人 这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把整个团队的实力加强 就是碰到不同状况的时候 我们都有足够的实力 来应对这挑战 而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实力 您听到这个队长 就是有我们未来的新加坡队长 现在你们有一个头绪了吗 你们这个第四代的核心里面 大概有一些概念 就是说这个新加坡队长是 有没有缩小那个范围 缩小的范围 几位名单 或是黑马是谁 这样你知道吗 大家比较很想关注 对 那个答案可能是我也不懂吧 可能你们比我还清楚 因为我觉得说其实我们的团队 其实都很能干 我们都知道 可是当然谁领军 将军很重要吗 我相信你也知道 就是我觉得将军是谁 是给大家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安心 到底这个人会带我们怎么样走 走接下来的路 其实对我来说 如果我们太过注重于一个人 所谓这个领导人 其实对我们整个国家都不好 因为人有 天有不测风云 如果我们太注重于一个人的话 不完全 其实我们整个国家都这个制度 可能变得更脆弱 不过如果我们把视线 放为整个团队的话 其实给人 给保卢多宗 可能还比较安心 当然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想知道说 总理是谁那种 不过对我们的团队来说 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整个团队 而能安心 让大家安心的是看到 整个团队的实力 而不是看到某一个人的那种实力 您指的团队是哪一些成员呢 内阁里面的 内阁里面都是 真的内阁里面都是 都是我们的团队 我们都知道说 团队是必定的 好像打球 都是一个团队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 不过我们是想 大家都心里有数 先把中锋亮出来 然后我们知道说 你是中锋 当然也是一个团队的结果 不过你是打中锋 那就就是多训练 你中锋所需要办理的一个角色 然后不会说 到时就是手忙脚乱 因为大家角色分清楚了 大家都知道说团队 每个人要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 中锋不一定有一个 我们都知道打完 就有时候有双中锋 对吗 我们都都可以这样去训练 不过也知道说双中锋 就是两个嘛 不可能说每个团队射手后卫 都是可以做中锋 那个就可能有点乱 球打了就会很乱 不过如果你打球的方法 虽然说可能有什么冲锋 有两个四个什么中场 四个什么防卫 不过其实一个很好的团队 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每个人的角色都可以调动的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互相帮助的 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团队 但是可能你今天很好奇 你们这个队长怎么选 是李总理来指定暗示 还是你们整个团队来投票 这个机制的问题 这个李总理已经说了 因为其实每一个队长都他得要得到 他的团队的一个认同 所以当然团队人民的一个认同 都是非常的重要 是 其实对于未来我们的领导团队 有什么人 角色怎么分配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没错 没错 那么的确因为新加坡过去五十年 创造了不少的辉煌 那接下来还能不能够再攀高峰 能不能都面对一切的挑战 就需要优秀的领导班子 那今晚我们非常高兴 陈振生部长来到现场 和我们深入进行了讨论 也感谢六位嘉宾的宝贵意见 更要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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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